真飞机都很多栽的 大家看电影里头可能看到 一站飞机着陆 翻了 平跑道我也没法表演 然后我去 翻车咯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航空情报局的耗子 这个小骆驼已经装好了 不少时间了 也有摩友在催我 赶紧电骆驼我要看测评 这回我就给大家带来 电动骆驼的测评 这个是一架DW Hobby生产的 一个空机产品 然后它可以搭配电桩 就是电机电条和舵机 然后需要自己装 这个飞机的装机 还是有一定的 比较繁琐 毕竟双一机 大家都知道 要想玩双一机 那你就得多折腾 就像之前我拍的DW大火 我去那个 那个老费劲了 这个也不省事 你就看这上面 密密麻麻的这拉线 我天哪 而这架皮机装机 其实还好 先是装机身 就是起落架 它这个起落架挺有意思的 这块它是横的轴 相当于轮轴 它是由皮筋捆在起落架上的 所以它在落地的时候 还有一定的减震的效果 这个皮筋 这个挺有意思 但是不知道 这个皮筋老化了会怎么样 建议就是如果能多配几个皮筋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机身就是比较常规的安装了 平垂尾就在后面都是粘死的 连杆和剁脚也是跟DW之前的其他飞机那是差不多的 直接就是502一粘就行了 然后它的剁机我先把机舱打开 它这个机舱是在这个前面挺有意思 这个它是一个上开盖的设计 前面还有两挺仿真的机枪 我们先给它打开 打开盖 这开盖是磁铁的 后部是有磁铁的 然后前面是卡扣这样的 然后后面磁铁 然后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就是这架飞机 它的设备舱 那个电池是放在前面 然后电条我是给捆在这了 然后里面是两颗舵机 分别控制升降和方向 就是在这边 钢丝是从里面出来的 然后机身就差不多就这些 它的机身的设计也比较仿真 很仿真 你看这个都是凉的 没有蒙板 都是凉式的结构 都是空的 这个挺漂亮 整体这个飞机的做工 还是挺精致的 我们看看机翼 机翼的安装 就如果有装过双翼机经验的人来说的话 就不难 但是没有装过双翼机的 可能就要好好研究宣布书了 它的宣布书也比较详细 上翼是有几个支撑杆 支撑在这上面的 然后这个也是两边两支撑杆 然后舵机是在下翼 然后双舵面 它这上下翼双舵面 它是通过一根连杆来控制 上下两个舵面的 这样看这飞机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这些就是说 这架飞机像这种双翼机 一定要多夹阻 多余安装 然后先不要着急点胶 因为拧螺丝是可以拆的 但是点完胶之后 有一些就拆不了了 所以就是多夹阻 多那个什么 多拧 多式 就可以装的比较好了 然后这个上下翼好像是能拆的 但是装上之后挺麻烦的 要想拆 上翼能看到后面那个位置 有个小螺丝孔了没有 这位置也是有一个孔的 就是把这螺丝拧掉 它是有两个小舌头 小箱子 它这个机翼其实就能打开了 但是需要把这个线给它打开 线给它松掉 因为这个线都是 相当于是挂住机身上了 就是不拆这个线的话 这个上下翼是没法拆的 所以这架飞机 我的这架飞机 基本上就装完之后就不拆了 就一直就这么搁着了 这么拿着玩 也不大 后备箱里也比较好塞进去 然后机头呢 它这个是 这我就不拆了 它这个也是一个电机 直接拧到那个电机座上就行了 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磁吸的 这个发动机架 这个是拆了奖的话 这一拿就下来了 很方便 然后这飞机呢 它是一个油电两用的 这是可以看到 它已经其实把这个 就是出排气的这个位置 已经开好了 然后它还带了一个 油动的发动机架 所以就是这个 能看到这个电机架 就是如果不装这个电动电机架的话 直接装油动的 油动的是侧道装 排气管冲下 它还是测盗装 还是盗装 等会看见说明书 说明书上有写 装油动发动机的话 也是比较友好的 然后骆驼这架飞机呢 它其实是一架很经典的 一战机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战时期 最著名的一款战斗机了 红男爵 大家都知道吧 那个德国的三翼机 就是一个纯红色涂装 那个 著名的红男爵呢 就是被加拿大飞行员 驾驶这个骆驼 击落的 这个骆驼呢 它是一个1917年首飞 还是1917年服役 反正就是那个年代的 一款战斗机 然后它真机呢 是搭配了一个 轻钢的转钢发动机 所以这个飞机其实 就是真飞机啊 巨难飞 就是尤其是在起飞阶段 简直就是飞行员的噩梦 但是由于这个转钢发动机啊 它有一定的头额效应 所以我忘了 它是往右滚好 还是往右滚 还是往左滚了啊 就是反正它往一边滚 它的机中性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呢 就是他们利用这个优点呢 就可以很轻松的 绕到敌人飞机的后面 它这个 其实一战飞机啊 最有特点的是这个东西 你看啊 它的这个机枪呢 看 是会打得轮一样的 对不对 它这个就一个 一个人给设计了一个叫协调器 机枪协调器应该是 特别牛的一个发明 就是它有一个机构 讲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不激发的 转到这儿激发 然后激发激发 到这儿不激发 然后再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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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这个机枪就不会打中自己的螺旋桨 非常有意思 很牛的一个设计 然后DW这架飞机啊 它对骆驼的这个象征的还原 还是挺多的 这个机枪呢 它都是出厂做好的 直接往上一装一粘就行了 然后这个还原出来了 最有特点的 就是一战时期这个巨大的巨大的轮 因为一战时候没有什么正经机场 都是草地啊 土路啊什么的 那样 然后就这玩意儿 他们那个一战时候 像这种飞机 往什么农田里去迫降 都没问题 然后很大直径的螺旋桨 然后骆驼飞机很典型的 这个小短脑子 所以这个飞机特别容易 灾 真飞机就很多灾的 就大家看电影里头 可能看到一战飞机着陆 登登登登登 翻了 我这飞机其实之前首飞的时候 第一次着陆 然后跑一落地 没拉住杆 就翻了 所以这飞机在草地上飞的话 一定要着陆之后 拉住了杆 但是那回没录视频 看不到了 然后这平路 这平跑道我也没法表演 行吧 我们试飞一下 他就建议电池是比较常用的 常见的 3X2200 我给他搭配的使用一下滑板的3X2200 这个已经使了好久了 滑板电池还可以不错 但是这个毕竟是双一机嘛 好 好 左舱 想玩双一机 就要忍受它这个不好下手啊 然后麻烦啊什么的 这一些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个飞机真的很好看 对确实 它这个还是很精致的 很亮 它的结构都基本上还原出来了 但是这个飞机真的很好看 没有蒙板 完全没有蒙板的这个结构 我们看机翼 而且这种结构特别考验厂家的做工 咱要做不好整个机翼扭特别难飞 我们来试试 先试试多 但是今天这个有点侧风 你看那个风筒 远处那个 看现在是稍微的有大概一两 有两级的侧风 45度角吧 所以对双一机来说很不友好 试试吧 这飞机其实我已经试飞过了 就是之前在防山嘛 然后但是北京进飞 所以我们只能来外底河北 定州率村机场 在这试飞一下 好 没问题 准备起飞 柔和加油 修发生座 台北轮 离地 还行啊 这边风小了 这太慢了 就是中油门 轻轻松松现在 然后这个跟真飞机相比啊 这个动力绝对是超配 因为现在中油门 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真飞机 已经超过真飞机的推重比了 然后我们简单飞两圈 看看它的基本的性能 它这飞机就是很肉 很肉 因为双翼嘛 但是象征啊 玩的就是象征 悬油门 太猛了 垂直爬升 十四道转 这种双翼机要想转急弯 就是飞这种月升转弯 就不用像我刚才飞这种极限啊 基本上就这样 加油拉 然后加方舵 收点油 转下来了 这样可以转半征很小的转弯 还是有一点乱流的 飞机自己晃 反正总的来说这飞机不难飞 主要是动力在这儿呢 稍微有点问题 一加油就起来了 我打复翼 这特明显 我现在就不动发行坐 直打复翼看 直打右复翼 整个飞机就是直打右复翼的话 整个飞机机头在往左偏 侧滑超级大 所以可以给它 加一个就是 浮翼跟方向的联动 对这个我加了一个 然后加了之后 就 侧滑就小多了 看 要是把联动关了 再试试看 像醉汉 然后我们来 低空通场 双翼机升力也大 好 不难飞 转过来 我们飞个动作 来个筋斗 我去 天哪 因为它是双一击嘛 所以做动作还是有点害怕的 然后 这能飞二分之一到五八门也行 但是倒过来之后得赶紧拉下来 然后横滚 天 它是定着滚过去的 我觉得 再试一个 来一个左滚 先拉一个 滚 左滚就没有右滚 快 螺旋桨 这种大螺旋桨的一战机 还是靠它的反扭去滚比较快 顺风还有点速度 顶风过来 我觉得它可以飞得很慢 这种双翼机 其实比较难的就是它的接地 千万不要说想拉到三点着陆 这种飞机一定要两点着陆 就是让主球有点先着陆 好慢啊 这侧风不小 飞机斜着飞的都 这骆驼飞机特别有特点 就是它的机头很短 然后英国涂装 英国空军 你看这个涂装也漂亮 就是静态模型里有这个涂装 红白条纹 我们尝试一下接地 主轮先接地 对 然后要复飞的话就走 要不复飞的话 就逐渐拉杆 把屁股 让屁股尾轮接地 但是要草地跑的话 一接地就得加拉杆 很快得加拉杆 要不然飞机就翻过去了 然后再来一个踏山的go 然后我去 表演了 翻车咯 这种一辆机难免的 它太高了 头还短 所以它就不要犹豫 赶紧落 这飞机越看越像那扎飞猫 大饼脸 对 它因为一战时候的发动机 没有那么大的效率 所以它要做的直径很大 然后还特别 反正飞双一击 修正方向座特别特别的重要 手上修正一定要快 包括修复翼 因为这飞机也高 中心也高 然后还后三点 轮也高 而摩擬器里头有骆驼 飞这飞机之前可以飞那个 修正 反正这有侧风 所以飞机偏如果没有风或者净风的话 就会很舒服 这飞机能倒飞吗 能倒飞 算了 象征级 好了 咱们就落吧 不飞了 带着速度 接地 然后向尾纹 这就是开了复翼和方向舵联动 这样的话它侧滑就小多了 DW这小飞机还行 他们家的飞机总是很精致 就是给我一种很喜欢的感觉 而且 就是那种 这飞机挂墙 别飞了 这太漂亮了 迹象针 还好玩 还好飞 就是好飞肯定是 在双翼机比它可能算好飞一点的 然后但是跟别的 你要跟教练机比 那它肯定是巨难飞 这个飞着还可以 反正是我觉得还行 习惯了就好 像这种飞机 每个飞机都有它自己的飞行特点 双翼机也是一样 反正这个还不错 哎呀 奖打了 奖蹭了点皮 奖蹭了点尖 倒是不影响 没事 嗯 还行 反正DW飞机嘛 性价比还可以 主要是 他们家有别人家没有的机型 你说要骆驼 谁家还有啊 唯一的选择 好了 行了 再玩会儿 拜拜 拜拜 好 睡觉 一会儿 再玩会儿 鸡